欢迎走进旅游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 收藏家徐志运女士 欢迎您 欢迎Caroline 对 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的话 我们这个采访应该是三年前就要进行的 因为2019年的时候 您是帮助您的太舅婆周德律女士 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出版的这一本优雅的中餐 然后在您的帮助下 她是再次出版了 您为什么要决定要再次出版这本书 开始时候呢 我就是最大的意义是为了 中国年轻一代的人 就让他们多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 我们中国的社会历史 就这样他们会了解我们的远远流产的文化 因为中国过去这七十年来 就是有社会有巨大的变化 所以很多我们的礼貌啊 就是餐厅礼仪都是传了 所以看这本书就会让他们知道 我们的礼貌礼仪 我们餐厅礼仪不是外来的 就我们中国有自己非常传统的 有自己的传统的礼仪 餐厅礼仪 而儒家呢 2500年就已经执行我们的形式 我们的礼仪 包括餐厅礼仪 因为这一本《中英双语》 介绍中国餐饮文化的 《优雅的中餐》这本书 其实首次出版是1936年 在上海之后呢 是在香港日本 包括纽约多次再版 再版的次数高达68次 销售了30万册 然后直到是83年之后 2019年 在您的努力之下 它再次出版了 那您觉得 它的再次出版 对于您个人来说 又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吗 就是我这一次出版 就是没有变的 就是原本的 我是觉得 就是按照我自己的使命感 我就想把我们的中国传统的文化 就是一直要 就是好像还给年轻的人 就让他们知道 因为完全就是这种思想 是完全失传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那因为我这本书 是我从中国游记买来的 但其实现在美国 也能买到这本书 是 我们现在是2017年 在中国出版 后来因为一直原本是双语 因为也是跟原来的意义 是跟外国人分享 是跟周大利 跟他们的外国圈子分享 中国文化 现在就因为在中国出版了 就是我们就现在倒过来 就是要跟我们的中国朋友 小朋友分享 我们的出版社也是在英国 所以他们觉得也是给外国读者 他们也会很喜欢的 2020年在出版 他也是中英双语吗 一样的 一样的 开始他编辑说 西方人不太喜欢 不习惯看双语 因为他说这是很特殊的书 还有这个池层什么都是很美 所以他说我们就按照一样的出版 因为整个书里面的 其实它的这个编辑排版 非常的精美 而且它不是那种很复杂的 它非常的简洁 简洁 很容易就是通俗易懂 但是又包含了很多 很多方面的这个知识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就是这个书的作者 因为他自己的这种特殊经历 所以其实他写这本书的目的 也很不一样 因为您的太舅公王正廷 是首位担任奥林匹克委员会的 委员的这个华人 他也担任过民国时期 中国驻美国的大使 那作为外交官的夫人 周德丽女士 她当然是有很多的这个机会 或者场合需要自己设宴 来招待来自各国的这种外交官 还有来宾 那他写这本书的初衷 是不是也和他自己的外交官夫人 身份是有关的呢 第一他是想帮助王正廷 因为王正廷一直 他的使命感之一 就是要外国人就多了解我们中国文化 他们两个人都以为 如果西方人多了解我们中国人 就少一份冲突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很广泛的国际社会圈子 就把我们的儒家思想分享 那周德丽女士 在您的印象当中 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她自己的这种家庭背景 还有包括她的这个经历又是怎样的 她自己家庭 她的爸爸是很出色的 她是1879年清朝 第三片学生送出去到美国留学的 后来她就是1881年 回来就是在朝廷清朝 朝廷担任了很重要的职务 辛亥革命来了 她就离开朝廷 她就是做自己的生意 她也建了很多慈善的机构 所以她自己也是出生于一个 非常显赫的这么一个家庭 那她可以说她的这本 介绍中国餐饮文化 包括餐桌礼仪的这本书 应该是代表了那个时期 中国餐饮文化的一个标准 是啊 还有因为她的父亲 一直是也是奋斗 就是要奋斗 你可以说这华美中英关系的好 所以后来英国就之前1907年 她在香港一直在处理这个 就促进英美 这个英华 就是中英之间的关系 中英之间的关系 所以英国皇室也给她一个爵士 后来1933年就奉为爵士 她唯一的华人拿到 哇 所以您看看 就是在那个时候 因为他们的眼界 还有他们的这种社会职务 他们所处理接触的事情不同 以至于他们可能更多 比如说在这种国际上 他们想到的更多是这种 通过中国的这种非常 我们说因为餐饮也是中国文化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中国饮食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本书 来介绍中国的文化 包括因为这本书内容非常有意思 它前半部分是说了中国的餐桌礼仪 后半部分是75道 王家的家宴的菜谱 在餐桌礼仪方面 小到怎么拿筷子 怎么样吃碗 还有这个旧食比如说圆桌方桌 这个宾客的主次的席位 应该怎么样做 其实这里面都有很多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 包括小到这种对于食材的选择 什么样的季度应该选择 什么样的肉 什么样的食材 我觉得像这些东西 因为我看过之后 我是觉得受益匪浅 我不知道就是您在您小时候 家里父母或者是您也受到过 这样非常传统或者是正规的 这个餐饮文化的这种教育 就是我们家里也包括 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家里 因为也就是经常请客 就是你可以说盆人 就是都是请客 都是变成一种艺术形式 就是一种艺术房 菜呢你盆人呢就是要精子 就是做到里 它就会做得很精子 它就很美味 不但美味也是很精子 就是我们传统的中国人 就是盆人也是要这样的 不是单单就是为了吃饱 就是说色香味俱全 一直是我们这个 好像是中餐的一个标准 说到这个菜做得好 是色香味俱全 但其实我们在原来 就是传统的时候 中国人的餐桌也是非常讲究的 比如说这个杯盘 我看这里面介绍 哇好多种啊 我们现在说你出去吃个西餐 你感觉好像有这样 什么大碟小碟 什么刀叉 什么样的刀 什么样的叉 用来吃甜点 用来吃正餐 其实我们在中国传统的这个餐桌礼上 也是非常讲究的 这个我看这个盘子 哇各种大大小小放这个碟 还有什么倒酒的 蒸酒的 就是所有这一套器具 其实并不少 也是非常复杂 是这种一套一套的瓷器 所以很多家庭都是会有请客的时候 平常也是会用的 那在您看来 就是这些传统的中国饮食习惯 或者是礼仪 我们现在有必要把它保留下来吗 就是我们真的要按照 就是原来的这些去做吗 有哪些您觉得是应该保留的 就是这样的请客呢 你可以自己可以正规一点 也可以随便一点 就是餐桌礼仪 会去 这是不能失去 这也不能减少 这是一定 这是一定要保留 因为这是我们做人的水平 这是如家 您说的这个餐桌礼仪 具体您给我们举两个例子 包括哪些方面 就是我们怎么做 做姿 做姿 你的橘子 怎么用筷子 怎么拿网拿被子 你吃的时候 你别有声音 这是很 如果不是小时候 开始叫 你成大了很难改 很难改 这是习惯要从小养成 这是一种做人的习惯 不是像 我今天想戴一个 二妹皮包 我今天穿得讲究一点 今天就在家里 就邋遢遢 不是这样的 习惯是从小养成的 好 我们把更多话题 留到下面再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那徐女士 之前我们有聊到 您帮太舅婆重新再版的这本书 优雅的中餐 因为这本书当中有75道菜谱 其实我也翻看了一下 我居然惊奇的发现 其中有一道菜 我妈妈经常做 因为这个应该是属于上海 上海菜系 对不对 就是周达的自己是广东人 所以你里面都会看到 有广东菜 有上海菜 就是家庭普通的菜 其中有一个牛肉酿辣椒 你知道就是把牛肉切碎 切碎酿到辣椒里 这个菜因为湖南 我们很喜欢吃辣椒 我妈妈就经常做这道菜 我看到这个菜谱的时候 我很惊讶 居然这个家园当中 还有我平时经常吃到的一道菜 像这75道菜 您有没有按照太舅婆的方子 或者说她的菜谱 来试验一两道 有哪些是您比较喜欢的 我喜欢它里面有烤芙 还有我们点心的上海冷菜 还有它的秤卷 秤卷它就是做点 有点像广东秤卷 它里面也放一点 就放鸡 我觉得它自己就做出来的 这是非常 当我们看到菜谱的时候 我觉得有时候我也会想象 这些外国的宾客们 在吃这些非常传统的中国美食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心情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有时候 包括是在美国 有些中餐馆 它都是根据外国人的口味 做了一些改变 但是当你真的能够品尝到 很正宗的中式美食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体验是不一样的 就像我们到西方 我们可能不太希望说是根据中国人的口味 改变的西餐 而是想要吃到地道的西餐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 这样的话可能有一些外国朋友 比如说在纽约的 他说我想尝试一下中餐怎么做 那里面就会有英文的菜 英文的食谱 说到您这些年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感觉您是一直在不遗余力的 为家中的长辈 把他们原来的一些事迹 他们做的一些成绩 包括是作品像书籍 帮他们整理然后传承 像之前在来我们节目的时候 有谈到的中国现代大学之父 教育家郭炳文 然后有奥林匹克之父 外交家王正廷 然后到现在他的太太 周德律女士的文化遗产 优雅的中餐 您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就是对家中长辈的这种事迹 或者是他们这种成就的一种整理和传承 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我本人是一个无能无才的女性 哎呀您知道不要这么说 太谦虚 我就觉得我的自己的使命感 就是要把我的长辈祖先 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对社会的贡献 就要发扬 他们做的事就是要发扬 就是让大家记住这些人们 为了我们的文化 为了我们的社会所做出的一些事情 所付出的这种 我们说汗水 甚至是有很多都是付出生命的 然后才建立起了我们现在 现代中国的各种体系 包括教育经济文化 其实这些都是在前人不停的 在奉献努力的基础之上 那我们说要后继友人 就是要接着传承 我们记录下先人的事迹 也是为了让大家在这条道路上 能够继续前行 知道我们前人付出很多 所以我也想给下一代 就给他们了解一个好的榜样 他们就可以也有一点想望 要怎么做人 要怎么做 才能就是体现我们的个人价值 也为社会做一些事情 因为您的这一生 您刚刚太谦虚了 其实您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包括您的收藏 还有我记得六年前 您和您的先生 也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制片人 编剧Renee Belser 来我们的节目 分享了你们制作的纪录片 和上海和犹太人有关的纪录片 《上海余生》 讲述的是犹太人 当年在中国避难的故事 中国人是如何慷慨 无私的去帮助他们 然后七年前您来我们节目 分享了您在中国偏远山区 资助贫困山区的儿童 去学习的事迹 其实早在90年代初 您就收藏了很多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然后这些年您也一直不停的 在帮助或者是参与资助 各种和中国有关的社会文化活动 我感觉就是您的一生 虽然您是在美国出生 但是您的一生和中国文化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您说说您对于中国的情感和对中国文化的这种认识 这是我父母的教育 他们就把光输中国文化给我们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我们的历史就是从小就是就是这样的 因为您是在美国出生 是我是在美国出生 后来四岁我们搬到泰国 16岁搬到菲律宾 就在高中毕业才到美国来念大学 我们家庭可能跟别的华人在外国有一点不同 因为我父母一直一直想中国是我们的家 有一天要回上海 就是一直是我们的大的向往 因为我是1960年年出生的 父母是解放时候他们家里离开了中国 所以好多年都做梦也做不到 可能有一天可以回去 所以在我们家里就是尽管我们是上国际学校 因为完全没有机会上中国学校 父母说如果你们要待在我们家里面 你是一定要上中文课 所以我们我跟妹妹我们就是这样学中文就看 写就是每个礼拜又请中文老师到家里来补中文 您现在能说这么好的中文 还能够用中文接受采访 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当然因为我们谈的话题非常的深入 这对您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挑战 但我知道其实您的上海话比普通话说得好 就是可能流理一点 比如中国中文就是一个非常甚深的语言 我一辈子可能要读下去 您现在还是有这个中文老师在上课对不对 还是有中文老师 我已经可能十几年前我开始在念中文 每个礼拜念一次 后来疫情来了 我开始学跟他念每个礼拜念两次 现在就是三次 我们就念一点古文 就把古文就可以把我的中文就推进好一点 我觉得就是可能家庭和父母对于您的影响 可能比这个西方社会要更大 我感觉您是非常专注于您自己的这个中国身份 和您对中国文化的专注和关心 其实超过了您对美国社会的关注 习惯了风俗 所以我可以说上海话 会说一点广东话 就遗憾就没有学到别的方言 已经很厉害了 对 因为像这个很多在国外出生的人 就真的能说一点中文 都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 因为毕竟还是没有这样的环境 那您是因为您的父母非常坚持 非常强调就是您一定要学中文 同时在家 我看您跟父母交流也都是用上海话 那接下来您有什么样的工作计划吗 因为我知道因为疫情 您已经有这个大概有三四年 没有回过中国 其实之前您基本每年都会回到中国去 现在因为我们的签证就可以用了 就十年签证 我们六月二十九号就回国 所以就很期待 那因为您之前回国 我知道其实都是有一些公务在身 我说这种公务呢 其实就是比如说您会去到边远山区 看一看您资助的项目 然后去到这个郭炳文原来的这个大学 参加一些研讨会 那您这次回去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事宜吗 和中国相关的 这次呢就是要跟很多亲戚朋友结束 还有会 我会在上海 我叫上海会去一个 我就是一个雇物园 雇儿院 雇物园 精神 或者是这个就是智力智商 智力智商的 所以家庭可能顾不了 所以就把它放在里面 还有所以我们就是他们没有什么培养 就是照顾 所以我们就请了老师去那边 就跟他们唱唱歌 画画就是这样 就是振奋他们的兴趣 所以在上海我会去看 还有回宁波 我们老家是宁波 我很投入宁波博物馆 跟有其他一个医员在那边 是你可以说我们是正海 宁波正海人 所以那医员是宁波正海的第一个现代医员 那时候我的爷爷他就支持了他们很多 所以我也回去看这次 再下一次我再去云南其他的地方 所以这是一代一代的传承 聪明爷爷就开始资助医院 然后到现在您依然在延续他做的事情 好谢谢您